欢迎大家回来软标国际比赛 现在我们在直播上是广西的公开赛女主组决赛 两位参赛者是韩国的崔黑金 还有来自中国的赵清新 两位的实力都是不相上下的 在女主组打里面他们打得还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如果说一般普通的男生选手来打他们一点也不会输哦 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赛事马上开始了 我们看一看萤幕是由韩国的黑金先丢 第一支就达成了红星了 可以可惜第三标打下标靶 现在只打了100以上的分数还不错 那看看我们的中国选手来自北京 他打了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马上打出了一个帽子漂亮 那这个韩国选手啊 我对他一点的不陌生 因为在很多的国际赛事当中呢 他都是有参加的 那他这个打标的资历呢 大概有四到五年 啊很可惜第三标没打中红星 但还是不错的 他还是遥遥领先当中 也287分领先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清新能不能这第三支 哦差一点 就打中了红星 很可惜 但是那个分数的差距啊 其实也不是太远哦 因为刚刚那个清新的是 有打中那个帽子的 哦 那个黑吉呢 是选择了公式的那个策略 那希望打中了五十次来 剩下170来截标 很可惜是没打中的 来看一看清新能不能把握出 这支极限 哦漂亮打出了一个帽子 那这支韩英国的选手呢 就要努力加八进 哎马上就打中红星 哦现在就马上了 就看看我们这个中国的选手 清新能不能在130里面截标 啊很可惜第一支就打歪了 好那现在呢 希望他能打上一个红星来补 哦可能在压力之下真的是打不到 那在决赛呢 身为一般的选手 他们不是全职的 那要在一个直播的现场之下 打上决赛真的是有点压力 好先下红星了 看他能不能截这一标 漂亮完美截标 那第一局呢 是由韩国的踹黑锦拿下的 那第二场赛 工作人员呢在帮忙设置第二局 那第二局呢是由我们第一场的输家来开始 感觉上这位中国选手是有点压力的 感觉上这位中国选手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后来还是救了打中了一支红星 那感觉上两位这个女选手呢都非常的专业和职业的 像跟一般普通的职业选手是没分别的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软标比赛当中 要成为一个职业标手并不简单 那虽然他们现在是办职业 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四处的到不同的国家去 参加比赛来赚 就来赚取他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韩国选手的稳定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 每一局都能打上两支红星 那我们中国选手一点也不差 马上又把那个差距拉回了一点 暂时是276分对290分 那感觉上呢这个黑金呢是全面 哇漂亮打上了一个帽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北京选手 赵欣欣能不能打上两支红星 还有机会哦 啊很可惜他在下一局是不能解标的那看一看 这位韩国选手在没有压力的之下呢 会不会解这一标 哇直接到开打60了 是他有信心了 完完全全的 漂亮 恭喜我们来自韩国的帅黑金 就成功应许了 这个东门滇子飞镖大赛 在广西公开赛的女子组决赛的冠军 恭喜恭喜 这个是完美的截标啊 一点都不是弱势的 很强势的把它拿下了这一局 好谢谢大家看直播 那我们在消耗呢等会回来 还有广西公开赛的男子组决赛 待会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